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业障太重 显得很愚痴 不可以轻视 为什么呢 说不定他一下觉悟了 业障放下了 他的成就高额太多了 这很难讲的 这对人一定要尊重 跟所有一切人 我用真诚攻击 跟大家互相尊重 这个互相尊重 你一定要懂得 我先尊重人 不是说互相尊重 你没有尊重我 我尊重你干什么 那你永远是对立的 永远做不到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啊 自己要谦虚 要卑下 要把别人抬起来 这个叫互相尊重 这才成就自己的德行 成就自己的学问 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的佛会 是从这个地方修来的 供高国嘛 瞧不起别人 你得到的果报啊 是别人瞧不起你 故人长假 爱人这 人很爱之啊 你爱别人 你照顾别人 别人自然照顾你 因果报应 丝毫不凡啊 所以这个离境里面 最重要的 并不是过去现在 而是未来祝福 我们对于每一个众生的 看待 要像我们对世尊看待一样 没有分别 我对释迦牟尼佛是如何尊敬 我对于每一个众生 都能同样地尊敬 这很不容易做到 父贤菩萨做到 我们要向他学习 决定不能轻慢一切 这个众生 他照顾我多端 我还能尊敬他吗 要尊敬 为什么呢 他本性是福 他只是一时迷惑颠倒 不可以因为一时 做错一点事情了 我们对他就不尊敬了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不如法 也许我们常讲的 这是不符合道德的理念 他无论做什么样错事坏事 我们要尊敬他 尊敬他的福性 尊敬他的自信 这就对 所以我常常在讲习里面说一句话 我说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如果是佛的说法呢 那就是直接了当 整个宇宙是一个自己 就是我常常用身体来做比喻 把身体比作宇宙 宇宙里面形形色色 就像身体各各不同的部位 各各不同的器官一样 你看看 言而逼学生 离头无脏六福 他是不是活目相处 他是不是平等对待 本来平等 本来活目 本来互相尊重 本来相亲相爱 本来互助 互助 本来没有矛盾呢 本来没有对立了 身心健康 我们如果从这个身体上发现 这身体就是道化 身体是小宇宙啊 外面是大宇宙啊 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二 大宇宙多么复杂 我们这个小宇宙的复杂跟他一样 再复杂 他有条理 他一点都不乱 大臣教理讲 放耳如是 本来就是这样 不能加一点点意思 加一点点意思 你就错了 那一错就变成灾害了 违背自然法则了 人是个社会动物 不能离开社会群体 人与人之间 活目相处 这多美好的 我尝试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相信赖 互足互足 你说这个社会多美好的 有矛盾 这是不能够避免的 矛盾希望能化解 有意见 意见希望能跳火 有厉害 厉害希望能折衷 冲突自然就化解了 和平才能落实 如果每一个人 坚持自己的 陈线 一步都不能退让 那最后 这个矛盾 加深 他的结果 一定是冲突 这个就是现在 社会里面所讲的 竞争 斗争 战争 这种结果是 免败去杀 自他都不利 修 修什么 自己总要搞清楚 搞明白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学着对人 对四对五 没有对力 他跟我对力 我不跟他对力 这是功夫 这也是功德了 为什么呢 能带着走的 与一切众生 活目相处 他毁谤我 我不毁谤他 他轻视我 我尊重他 处处学人 处处学吃亏 到最后你再想的 真的 所有便宜都被你占尽了 吃亏就是占便宜 没吃亏 这个世间人看 好像是吃了亏了 你心贫气活 没有一丝好 冤恨 你完全跟信德相应 你大幅度的向上提升 吃什么亏 一丝也好 不肯让人 这个人将来是往下堕落 他不是往上提升 他是往下坠落 修复 学了这么多年 连这个都没有学到 那这叫冤枉 自己 从内心之处 把对人 对事 对物 对力 这个念头 放下 从这里开始 我不再跟人 事物 对力 你就用这功夫 他对我好 我不跟他对力 他对我不好 我也不跟他对力 平等的 恭敬 平等的 供养 这个供养是 我们的佛物 平等的 尊重 对人 是这样 善人 卧人 都想到 不要想着 这个人善 那个人 我 把善 我都忘掉 你的心就清静 你的心就平等 平等心 清静心 是信的 是属于纯净纯善 如果没有忘掉 哎呀 这个是善 那个是我 我喜欢善 讨厌我 你还在执着 换一句话说 你依旧出不了轮回 为什么呢 凡所有相 皆是失望 你不懂的 为什么把善 我都放下 都是失望 善是失望 我也失望 天堂是失望 丁也失望 你何必把它放在心上 这是走宁心 尽心的道路 走念佛 成佛的道路 实在我们没办法 进入这个境界 用一句阿弥陀佛 念头才起 不管善念我念才起 古人家的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头才起 马上就觉悟 修尽宗的人 觉悟的是什么 念佛 阿弥陀佛 善念也好 我念也好 一句阿弥陀佛 代替了 把那本打掉 这叫真念佛人 真会念 不会念佛的 口里念佛 心里面还在计较 那是不会念佛的 会念佛的人 这一念 就把对立了 念掉了 阿弥陀佛 念掉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